在新北市巴黎往新店六十四号快速道路 通车已经一年多了 没有想到这条道路产生的剧烈震荡 竟然影响了周边住户的安全 不仅两旁住户的墙壁水管都被震裂 居民形容最严重的时候就像地震一样恐怖 手指着当初水管漏水的位置 水还流的到处都是就像一场灾难 住在板桥六四快速道路旁四楼的陈太太 深受其害 这种情形很好 没有这个现象 你看那水都会叮咚你看 哇这就车的过来就都会这样 要不买钱什么做 你不知道要用给我们担 满腹心酸无奈 受到六四快速道路之苦的 还有其他五十多位住户 找来交通部养工处 开了四次协调会 答案都是千篇于律 就是差不多一八五十六的位置 我们会再装设这些仪器 那仪器就是一样是三点或四点 来同步连续的一个量测 我们目前到我今天的感觉 我又要再接受下一次的测试 我的测试要什么时候才能给我答案 那我们真的已经有居民已监视的忧郁症了 每天只靠安眠要睡觉 因为家里每天就硬硬硬帮他一直在聊 然后你说限速或是照相 那只是在取定 有那个资格取定 对我们来讲每天还是在聊 受灾后实在忍无可忍 民意代表也质疑工程结构有问题 要求相关单位调查清楚 还给民众安全的生活空间 民众国配杨伯爵新北市报道